看寧願日常 這是107號的同學 畫一個拿著籃球的男生 他看起來頭好像有一點尖尖的 那我們把他拉寬一點點 然後把五官稍微 面積稍微縮小一點點 嘴巴稍微高一點 嗯 就像想幫他瘦個身 減肥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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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減肥減肥 開心減肥 有聽過那個嗎 什麼阿婆的鹹豆奶 有一個什麼 鹹肥豆 鹹肥豆 要散豆味就掛豆味 喔 超想要的 好想削削自己的大腿 好 那他褲子 基本上垮褲就 其實留著也沒什麼關係 這樣已經 這個大概 180公分 大概70公斤左右 好 其實我對男生的體重沒有什麼概念 就是到底幾公分 幾公斤沒有什麼概念 對女生比較有概念 總之就是把它稍微縮瘦一點點 好 那稍微量一下頭 其實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矮 對 這基本上是女生的長度 可能腿還要再長一些 把那個圖稍微放大一點 把那個圖稍微放大一點 把腳再拉長一點 腿長才帥啊 我都懷疑 我都懷疑那個街上的那個牛仔褲廣告啊 男生的腿有被PS偷偷拉長 不然怎麼會看起來如此的帥 你仔細去量量看 真的就是每個都是 那個大腿小腿的各兩頭身 就看起來就特別的帥 好 那我們再加一個頭身 男生的第八頭身 好 我們用 紅線幫他畫一下就是 瘦身 瘦身後的身材 好 插口袋 我基本上只有畫直線而已啦 我基本上只有畫直線而已啦 就肌肉什麼的就沒有畫 因為基本上我們股價只要知道外框就好啦 除非你要畫裸上身 拉長腿 手臂 這隻手臂稍微有一點點短 稍微再長一點點 男生的手臂會比女生的手臂大概長一顆 一顆關節球左右 長度 好 這樣就是減肥成功的 BKMAN 這邊 稍微寫一下 頭形要稍微圓一點會比較好看 不然就會 打他 其實想打的是橄欖球 好 開玩笑了 好 對 這裡 好 愁